喔~~ 裡面是比較凝固的 可是也是很慢 我覺得很讚 對啊 欸 依然多險 爆險耶 C412 BUFFLE FACES 嗨 大家好 我是米萱 我是萊姚 我們今天呢 全世界都在巧克力季 所以全聯他們也一定要來個巧克力季 然後我們一定要來開一下 然後他們這次呢 是跟兩間不一樣的甜點店聯名的 一間是Filling Spa 然後另外一間是無框架甜點 我們來看看這次的聯名好不好吃 來吧 巧克力布丁59元 布丁一定要有的齁 來 下一個 等一下好像真的 還好啊 還像大便 上面就這樣 好可愛 好可愛 哇 都是慕斯的感覺 上面這邊看起來有點像奶油 然後最下面可能就是布丁 對 上面一層的就是巧克力醬 所以就是有那種三層的感覺 嗯 喔 好甜的味道 喔 好巧克力 而且是牛奶巧克力的味道 最下面的布丁居然沒有很甜 喔 整體都沒有很甜耶 是牛奶巧克力 可是默默帶一點可可的苦味 啊 是好吃的苦 巧克力好好吃喔 這是半糖的布丁 它的上面那一層巧克力醬 跟奶油慕斯 合起來吃的感覺 那個味道會有一點像是 生巧克力 入口即化啊 然後整個很順口 很濃郁 很濕滑 這個沒有想像這種甜耶 我覺得好吃 因為它如果再甜 可能就很容易膩 它是不太會膩的巧克力 很讚耶 介於就是苦甜巧克力 牛奶巧克力中間 來這個巧克力布丁 給它分數是 7分 8分 巧克力藍莓慕斯 69元 貓咪啊 最近很夯耶 都是各種貓 好可愛喔 貓咪 可惡 就是這種包裝 滷過了 它這個慕斯 是比較有厚重感的慕斯 這是有彈彈的感覺嗎 它比較紮實 像剛剛那麼滑 最下面有一層薄薄的蛋糕籽 聞就有藍莓味了耶 聞起來就有了 最下面是有藍莓醬 果醬 黑森林蛋糕 這個藍莓是吃到顆粒塊狀 果肉 藍莓應該在比較偏中間 我刮的是邊邊 所以藍莓比較少 可是有一點點藍莓的香氣 有 就那個洞 它就是塞果醬 它的慕斯好有空氣感喔 很綿耶 我覺得它的慕斯很不膩耶 是因為它加了藍莓嘛 解膩 因為一般那種慕斯 如果吃一大口 就會覺得那個油膩 油油的感覺 會滿重的 這一個真的還好耶 它的藍莓好像藍莓果凍 對對對 有那個釘在裡面 好吃 但這個比較甜 而且它的甜就是比較沒有層次的 稍微容易膩一點的甜 跟剛剛比有耶 這也是好吃的 不錯 它的巧克力那個可可的感覺 就是有這種粉粉 然後微苦的感覺 很香 巧克力慕斯給它分數是 七分 日式巧克力泡芙79元 泡芙它沒有出脆皮了 喔 它聽到我們的心聲 日式巧克力泡芙喔 太棒了 沒有脆皮我們就叫愛 不是脆皮啦 是菠蘿 喔菠蘿 連外面的皮都巧克力的口味耶 欸小姐 妳的指甲很適合這次的可可忌耶 我也覺得了 裡面是比較凝固的 可是也是很滿 我覺得很讚 對啊 依然奪餡爆餡耶 而且我已經聞到餅皮的香氣了 欸那個泡芙 超喜歡這個味道 苦甜巧克力 泡芙界的微糖汁拌糖 但是巧克力 巧克力很濃耶 這是長大以後會喜歡的泡芙 這是目前為止三個裡面最不甜的 可是它可可味很重 而且呢它那個餅皮 我其實蠻喜歡這種餅皮的 雖然不脆 可是它有那種偏軟 可是又很有韌度的口感 這個我好想冰在冷凍 嗯 冰在冷凍 然後中間這個巧克力可能會變沙沙的 但它可以吃一顆 然後另外一顆冰冷凍 下次吃 我忍不住 你可以吃把兩顆吃完 怕甜的人可以買這一款耶 好開心喔 它這一個的泡芙的餅皮啊 它跟全家的泡芙 同樣等級的 比較硬一點點而已 泡芙皮的味道 好香好喜歡喔 來這個巧克力泡芙 給它分數是 去 8.5 櫻桃黑森林波士頓 99元 再來 這個好多喔 好大一顆喔 我們上次說它的波士頓好吃 它真的有繼續吃耶 開心 它看起來 奶油超多的 而且就是小時候最喜歡的黑森林 上面有一些 感覺是有點脆皮 巧克力本人 對 有一點黑巧克力的酸味跑出來 我覺得有一個酒味耶 這個還比較酸耶 但是 它還是好吃 也是有甜在的 好好吃喔 我覺得還不錯的是它的蛋糕不會太乾 它蛋糕真的很濕潤很軟 我覺得留在嘴巴裡的那個香氣很棒 有那個蛋糕的蛋香味 然後也有巧克力的味道 但是我覺得它比較像是巧克力蛋糕而已 它不像是黑森林 因為我自己喜歡的黑森林啊 它的莓果味會再更重一點 甚至可能會再加多一點 我覺得有點少耶 它其實我覺得吃起來幾乎沒有什麼 一點點而已對不對 只有你咬到那個果肉的時候 稍微有一點點莓果 就這樣而已 可能會比較容易膩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單一 而且那個奶油又很多 對 黑森林你等一下分數是 6分 6分 可可莓果夾心包 109元 夾心包長怎麼樣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包裝有點 我不知道怎麼開 欸這個吧 直接這樣 喔 喔 喔 有點冰火菠蘿油的那種感覺 對啊 它外面是一個餐包的感覺 新餐品 那我來揮一揮你 喔 好像生巧克力喔 它真的是冰火菠蘿油 它就長這樣 吐舌頭 好可愛喔 蛤蜊 一片真的很像生巧克力的東西 對 然後再來 喔好軟喔 然後梅果醬 它沒辦法我本來以為會硬硬的 沒有欸很鬆軟欸 它是梅果嗎 喔它是梅果 那我剛剛聞的是草莓味 草莓醬 我也說想要草莓醬 草莓巧克力夾心 而且那個巧克力好甜喔 對這款好甜 然後外面的麵包是比較乾的那一種 雖然很軟但真的有點乾 我還蠻喜歡草莓巧克力這個搭配的 可是我今天看到可可莓果夾心包 我買之後我發現是草莓 我會覺得不對吧 我自己看到莓果我會想到的是藍莓 蔓越莓那一類的 我覺得之前很像早餐店的草莓吐司 巧克力吐司 早餐店會有那個三明治 它先塗好的 然後會有一層草莓一層巧克力的 巧克力就那個味道 就這個味道 然後它的麵包還比較乾 對 還比較貴 這個中間真的好甜 給那個很喜歡很甜巧克力 蚂蚁人吃 我會希望裡面的莓果醬是藍莓醬 蔓越莓醬 感覺好像變草莓跟巧克力之後 有一點微廉價感 早餐店感 對 對突然出現早餐店感 吃過的感覺 有點可惜 巧克力很像早餐店巧克力 塗很厚的時候很幸福 巧克力厚片的味道 可可莓果夾心包給它分數是 4分 5分 109 4.5 黑女巫肉桂可可129元 我覺得這搭配滿讚的 哇 肉桂味很濃欸 好香喔 我怕怕 上面是不是肉桂粉啊 你不要吻太大口 怕肉桂的人不行欸 喜歡肉桂的人愛爆欸 它就是分了幾層 最上面是粉 你可能是 最上面這一層有一層粉 然後是巧克力 然後是慕斯 中間好像是蛋糕 很濃的那種蛋糕 感覺是蛋糕 然後再一層慕斯 再一層蛋糕 已經覺得好吃了 它的蛋糕紮實到有一點點 類似布朗尼的感覺 對啊 然後它那個上面的巧克力 比較偏硬一點點 有點脆皮感 對 肉桂味好濃喔 其實肉桂味還好 一口吃下來 其實巧克力會比較濃 肉桂味是點綴 怕肉桂味的人 可能會覺得超濃 因為你是喜歡的啊 我怕的 好像也是 好吃肉桂味好濃 吃得到那個一層一層不同的口感 這一層一層的口感是很豐富的 巧克力味道濃 肉桂味道濃 肉桂味道也很濃 我會有點怕的那種 而且它的肉桂粉就是 純肉桂粉 不是肉桂糖粉 我覺得它還好用肉桂粉 不然會太甜 然後它的 裡面的那個慕斯的地方 很像是生巧克力喔 化掉之後會有這種奶油的感覺 不會很膩 因為它沒有到真的刺甜 它很對得起它的名字耶 它真的就是肉桂可可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這麼濃 這喜歡重口味的人 我覺得會愛它耶 對啊 外面那一層軟的巧克力 好好吃喔 快化開 很讚耶 然後很清零的感覺 不知道為什麼 它很濃不是那種 會卡紅很濃耶 它是比較輕的感覺 會順順下去 對對對 可是味道是濃的 我覺得好 好想一直吃喔 難怪叫黑女巫的肉桂可可 會買這個的人 就是喜歡肉桂啊 那它就有對得起它的名字 肉桂可可給它分數是 7.5 5分 怕肉桂的人分 黑金變奏曲 169元 最後一個 又是一定要有的蛋糕 對 各位 我本來以為上面那一層是醬 硬的 其實 沒有很軟耶 像那個雪糕外面那一層 毀掉 沒關係 好多層東西喔 我以為就是巧克力蛋糕耶 蛋糕然後裡面慕斯 你這一層是兩層的 很像布雷的東西啦 來吧 它巧克力好軟喔 中間的味道什麼 好豐富喔 我覺得吃不出來中間是什麼 但是好吃 它有一點蒸果巧克力的感覺 一點點 它那個黃黃的就是 它不是布丁 因為它不Q 它是像慕斯的那種口感 滿甜的喔 它中間比較有那種 蒸果巧克力的味道 對啊 但是以蒸果巧克力來說 會覺得它沒有很甜 它的蛋糕是好吃的生日蛋糕 巧克力的口味 好吃的 欸 中間有脆脆的東西 杏仁嗎 巧酥冰淇淋裡面 會咬到那種感覺 有一點點杏仁味 像餅乾 然後也有點像白巧克力 不知道 好多東西在裡面 但是啊 我全部吃下來 這裡面我最覺得還好的 就是最上面這一層巧克力 這上面有點膩 我現在就是比開 比較無聊 它可能想要蒸在一個口感吧 但我覺得裡面已經夠了 不然有點太多了 嗯 單吃上面的巧克力 我覺得好好吃 是比較少吃到的巧克力的感覺 我喜歡上面巧克力的味道 但我希望它單獨存在 然後我自己會有點膩 雖然它東西很多啦 但它整體就是都很甜 從上面到中間都是甜的 黑金變動曲給它分數是 6.5 1分 那我們今天巧克力界的MVP就是 登 我喜歡貓咪慕斯 我喜歡的就是吃泡芙 我這次有點難選 我覺得沒有特別驚艷的 但是都好吃 然後我覺得這個貓咪就是 跟一般的慕斯比起來 比較不容易膩 但是我想把它變冷凍 變成那種雪糕的感覺吃看看 我喜歡泡芙跟布丁 我覺得這兩個都蠻好吃的 對 我覺得後面這幾波全年出的甜點 就是有那種比較不甜的 然後有那種很甜的 就是不同族群的都可以選 遞到自己的喜好選 所以就一定要看我們的影片 你不看我的影片 怎麼知道哪個是可以買人吃 哪個是給半條人吃的 對不對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有沒有喜歡 記得訂閱我們P&A 並且開啟鈴鐺 有什麼享受的話 喜歡我們的主題在底下 留言告訴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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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想要支持我們的話 叫我們頻道會員囉 到下次再見 掰掰